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再來看一下幾個allpress.com這個免費網站的一些特色 像上面這個選單列裡面 其實我之前比較少用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用的一個地方就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某一些文章的類別 是比較希望露出的機率大一點 讓更多人看到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擺在上面的選單裡面 可是要怎麼擺呢? 譬如說我目前已經寫了快700多篇的文章 那我有一些文章寫的是關於網路行銷的 那如果我希望網路行銷類的那個文章露出的話 其實我可以把那個類別放在上面的選單裡面 這樣就因為人家比較容易點選嘛 那假設說以我這個目前正在示範的 這網站其實空空的裡面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文章齁 但是我目前做了一個譬如說旅行照片這個類別 那我只要點擊這個旅行照片 點擊進去之後呢 我就會把這個分類為旅行的這些 目前有抓出了三篇文章 我就可以這樣把它秀出來 那我故意把這個類別放在上面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選單點擊進去之後 就直接抓出分類為旅行類的文章 通通抓出來 那假設說你這個文章有好幾百篇 那你要在同一個頁面裡面顯示好幾百篇 那這樣是對這個網路流量是不太好的 因為消費者 訪客他在看瀏覽這個網頁的時候 他會跑得很慢 所以你也可以在後台去設定說 我每個譬如說十篇文章我就要換一個頁面 讓他點擊下一頁下一頁 這樣去做翻頁就可以了 還有一種應用方式就是說 我碰到一個老師他說 他希望把他的學生的每一個人都把 譬如說有十個學生 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的作品 譬如說有十個作品 就可能有十篇文章 等於說每個學生 假設有十個學生 然後每個學生都有十篇文章 這樣加起來就一百篇文章了 那他要怎麼樣用最快的方法 用點擊的方式 點錯了 用點擊的方式就可以秀出那個學生 那就可以用到我剛剛講的 你把學生的名字當成類別 那假設說這個學生叫流奶爸 點擊之後流奶爸的文章全部都跑出來 十篇 那某某人的文章點擊之後又跑出十篇 那就變成一個選單就等於一個學生 這樣來分類 這也是一個活用的方法 那上面的選單 還有一種是像這個外鏈 外部連結 點擊之後譬如說流奶爸Facebook 點擊之後就跳出去外面的網址 這也是他的可以活用的一個地方 那用到什麼地方呢 像我剛剛這個點擊之後連到外面去 這是一個用法 那還有的 有的人說他有自己本身的購物車已經用很久了 那他這一個部落格的功能主要是用來做什麼 做流量搜尋的來源 訪客搜尋的來源 導流量用的 專門用來導引客戶 導購 所以他這個部落格專門用來讓人家看 用來做故事行銷做內容行銷 所以他點擊之後 他看完了這篇文章 然後覺得說這個產品不錯 那他底下可以做一個連結 點擊之後連到他的購物車 或者是直接在他的上面的這個選單列裡面 直接置入一個選單 外部連結的選單 讓他點擊之後就跳出去另外一個網站 就是他自己的購物車網站 這樣做是可行的 那像我剛剛的這個例子是 我跳出去是跳到我的粉 我的臉書 那你也可以把它跳出去連到你自己的粉絲轉頁去 因為只要設定網址 就可以連到外面去 這是很棒的使用方法 那還有一個是說 在文章裡面我們可以去做這種表單 這個是免費的功能 而且如果有人填寫表單之後 他還會發信給你這個管理員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是管理員 你會收到這個有人填寫表單的信件 那還有一種是文章呈現方式 我覺得現在變得蠻彈性的 我覺得還不錯 像剛剛講這個照片 他的照片的擺設 你看 他可以像這樣子做擺設 以前是很沒有彈性的 就是你不能夠像這樣左右方 你只能夠上下 從上面到下面一張一張的方 那下來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格式 我就覺得蠻活潑的 可以自己去修改這個格式 還有像我旅行照片裡面還有 像這篇好了 點進去之後你看 我一二三四五張 他都會幫我做自動排列 那你可以看看你要排成什麼樣格式 然後拿一張在前面 你可以在編輯的狀態下去 拖拉他的順序 這個也是我覺得他目前 比較靈活的改變 另外他也可以用標籤去做分類 像我這個特色文章 那像他就列出標籤 featured 假設我今天有很多有十篇文章的標籤 都是featured的話 他就會把所有分類為featured的標籤 全部的文章全部秀出來 那他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個標籤或是這個分類啊 你看這個標籤 他的網址這邊寫tag 那如果是分類的話呢 他的網址寫category 那重點是後面這個 譬如說旅行這是關鍵字 特色文章裡面這個feature 這是關鍵字 所以以我自己的網站那麼多年來 我發現這個標籤是很容易被搜尋到關鍵字 或者是這個類別啊 這個旅行 這個是很容易被搜尋到關鍵字 所以其實你在分類的時候 你不要亂寫 你那個關鍵字 如果你只是寫旅行的話 這個關鍵字不太好 因為太大狀化了 所以人家搜尋這個關鍵字 不容易搜尋到你不夠精準 那如果你寫說宜蘭旅行 那這個關鍵是宜蘭旅行 那你這一類別的 等於說這個網址 被搜尋到的機率會拉高 那如果是 其他就不要講 這個如果你有購買這個課程的話 我們在裡面的SEO會講更多 那還有一個功能叫特色文章 我覺得也不錯 像這個12345 這五篇文章 你看它的這個底色是深紫色 然後一般的文章是藍色 那這個特色文章意思就是 我可以以這個不景主題來說 它可以有六篇文章當成特色文章 這特色文章的意思是 它可以置頂啊 等於說123456 這邊可以有六篇文章 放在首頁的最上面 這是首頁嘛 這是首頁嘛 然後它會永遠放在最上面 等於說它好像那個 那個叫主題新聞 焦點新聞的意思 因為我們時常在新增文章 可是最多最新的文章 通常是在最上面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某一篇文章 當然是你希望它露出機率是最大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設定為 置頂文章或者是特色文章 如果是以置頂文章來講的話 像我自己的網站 像我自己的網站 如果是置頂文章的話 就是一篇 像可是如果是我的那個 特色文章的話 以這個不景主題來說 就可以有六篇在最上面 然後還有它右邊這個搜尋欄框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這個部落格 已經寫很久的狀態下 因為文章可能有數十篇數百篇 那你如果有這個搜尋欄位的話 你才有辦法讓消費者 讓訪客很快去找到 或者是你自己很快去找到 你自己要的文章 譬如說我自己的網站 其實我常常用來做資料的整理 像這個數字液晶好了 譬如說我買車 我買車的時候我會調號碼 可是我忘記那個號碼怎麼調 我就輸入數字液晶 我的標題不是數字液晶 好那打液晶就好了 然後按搜尋 我就搜尋出來了 我當初寫的關於液晶的文章 然後其實我要找的是這一篇 利用部落格生傳一 液晶命理學總整理 我要是這一篇 然後我裡面就有寫很多 比如說我要天一 天一是代表發大財 天生聰明老闆命 那是13號 就是8號 49號 27號 這個類這個號碼 然後生氣是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什麼號碼 那我就可以按Ctrl F去找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挑一個車牌 然後車牌裡面是四七的 那四七代表什麼 我轉四七 找出來了 四七就是六煞 婚姻不順判斷錯誤 桃花都要一心糾葛 那我就會知道 這個號碼不好 好 那我就會去挑號碼 所以其實這個部落格對我來說 他對我的生活幫助蠻大的 就是我不用去寄一大堆東西 像數字液晶 這東西這麼多 我又不是常在幫人家算 算這些東西 我只是自己要用的 那我就把它當做我自己的紀錄 要用的時候就來用 所以我覺得部落格其實不只是幫我賺錢 就是還幫我節省掉很多時間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整理在這部落格裡面 然後我只要靠搜尋 就可以找到我這七百篇文章裡面 找到我要的那篇文章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好用 只要活用它的話就非常好用 那還有這個 右邊可以放這個電子報功能 像我這邊 目前有九百二十六個人 訂閱這個電子報 然後右邊側邊欄 也可以放你自己的廣告 還有把你的臉書粉絲團把它簽在右邊 簽在右邊 還有這個熱門文章 它會把最多人點擊的文章 自動排到最上面去 從上排到下 你就會知道哪些人對哪些文章是 哪篇文章是最多人點擊的 它這個標籤它會有字的大小 它可以讓你知道 讓你自己知道說 你寫了哪篇文章的數量是最多的 那它的字就會越大 你看網路創業跟網路行銷的文章 是最多的 所以它的字就越大 然後文章寫得越少了 它的字就會越小 這是它標籤的一個蠻有趣的功能 然後如果有人在底下發表留言的話 你可以在右邊看到 有人近期的回想 發表在這邊你可以去看到 還有一個反二統計 那這些都屬於小工具 右邊的這些小工具 你可以隨時的去更換它 或者是 像我是固定放這幾個東西 固定把它放在這邊 是我常常要看的 然後也可以當成廣告版面 讓人家去點擊 這個簡單講一下 就是部落格的功能 其實真的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真的還蠻實用的 我是牛奶爸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